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 妇人的这颗旧尺晚上痛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找到有夜间看诊的牙医 立刻上门求诊 却是噩梦的开端 5月8号晚上10点多 妇人到了诊所牙医说要拔牙 沟通过程疑似没有讲好价格 就使用自费材料 还花了六个小时才拔完牙 收费高达八万六千元 还不给收据 妇人越想越不对劲气到检举 投诉人先生搜证查出 医师和患者有实践纠纷 西北市牙医师工会也提供收费算法 认为总收费应该落在一万五千元左右 才算合理 诊所拉下铁门没有营业 电话也没有接听 无法取得诊所的回应 投诉人说选择站出来 就是不姑息 也不纵容 不公不义的医疗行为 华氏新闻中午的 绑着充电炮发型的小孩看起来是还在学走路的年纪 他绕着一名黑衣男子走来走去 小丑在空中不断挥舞 忙着跟其他的大人串门子 步伐没走稳一个亮枪叠坐在地上 这个时候一辆摩托车放慢速度骑了过去 原来他们嬉戏的地方是在马路上面 这里是云林斗六几个大人摆了塑胶椅 坐在住家门口泡茶聊天 但是这名幼儿却把大马路当成了学习走路的地方 摇摇晃晃走来走去步履蛮山 一辆黑色轿车经过驾驶赶快踩下刹车 原来他及时看到这名幼儿突然跌坐在马路上 差点撞到 但是在旁边看顾的大人很淡定的把他牵了起来 好像没事一样 然后放任他在马路上继续散步 另外一名摩托车骑士路过 看到小孩都快走到马路中间的双黄线了 只好逆向绕了过去 现场是显向还生 目击的民众觉得相当的傻眼 觉得很危险 因为就看起来就是可能一岁或者不到一岁 所以当学步这样子 如果汽车驾驶 死角没看到 那这样真的遗憾中生 这太危险了 警方提醒 行人在马路上任意奔跑 妨害交通的话 将会被罚款 如果是小孩子违规 还会开罚家长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处罚新台币五百元罚款 未满十四岁之人 违反的条例 将处罚其代理及监护人 大人没有危机感 把幼儿置身在威胁的环境当中 还好没有发生意外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华世新闻 林千锋 红年辉 吴建宏 女明报